對不起,沒有,沒有,我們打到寶箭 一支球棒把男大生打到命危 市集人在街上鬥毆 那球棒朝對方一陣猛打 說法凶殘,連球棒都被打到變形 警方領檢時,如果查到沒有申請過的管制刀屑 像是手指虎,鴛鴦刀等等 就能一線刑犯來逮捕 但偏偏球棒呢,不是管制的物品 就算帶著球棒要去尋仇,被警方攔查到 也沒事 棒之類的,還是要保護自己啊 在三級警戒解封後 全台治安事件一起接一起 二上門,達人毫不手軟,行徑囂張 但球棒本身是運動用品 到了他們手中,卻成了致命武器 難道警方真的無法可管嗎? 對,重點是你在什麼時候用它 其實這種還沒有構成犯罪之前 事前的規制這個是有必要 你今天沒有正當理由你拿這個兇器到餐廳去 而且這個兇器有殺傷力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社會管來處罰你 球棒到底被拿來攻擊或是防身 警方無從得知也成了開法的灰色地帶 但一週內接連發生傷害案 警方都說只是個案不是常態似乎消極了些 是否也該加強茶器 並類似的情況已在發生 TVB的新聞王華林家有曼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